我们颓废了几天啊,重造就业 不经历人间的急寒交迫 怎能懂事事沧桑啊 白活一趟啊 我们这个当中一定是有通车心扉 但是事后要思考 要有心有所得 才不白浪费这个精力 天地浮予的这一份 如果爬不上来那就完了 我们继续这个那一切说完 再说做人 这个博学呢 跟玄学我们都要讲 首先人之所以为人 就算你一无所成 就算穷枯潦倒怎么样 到哪儿也必须一定顶天立地 成为一个人 不枉来世间一遭 先把自己做好 那么前面说完了 这个耕虚辛亥 演绎到了软件计算机 然后呢就生什么呢 隔八生子生五五几位 天上火 你可以说互联网 这个火嘛 阳光普照大地 阳育万生 照亮地球村 同时呢 这个也五五几位叫日月 日月照明 这个当空 五的位在南方正上方天空 也代表这个 几位尊贵之位 那么在西方占星里 这个狮子座代表五 也代表最阳光的特性 等等 居心要做的就像母亲一样 日月嘛 这个月也要包容天下 母依天下 他们是在本宫本位的时候 是最旺的 在其他的宫 就弱 同时呢 就也做不应该做的事儿 所以说如果这个独掌星一 他蛮天星的 我回到他原始本位 或者说当初他不动的 其实那一刻 那个天才是天地的成正的能量所在 如果你没有在这儿 你可能就要修行 你要从别的当初找到这种能量 最少才能回归本位 也是能量最大的时候 元气满满 我们这个五五几位呢 又升了这个退役位 这个规律大家找到 甚至都不用背那个口诀 这个叫平衣天堡 鹿中火 鹿中火呢 也可以代表这个 比如说一个是火炉 那个是柴火 是吧 这个代表炉堂 这个代表柴草 或者是在演绎 这个是手枪 这是虚的 真正是害人的 这个石的叫 音的叫子弹 当然你可以动向对比 可以横向对比 这个还叫大炮 如果这是手枪 这叫大炮 那么这个又升了什么呢 就好比天上火 这个布罗米修斯 这个火种掉下来 到了人家 然后呢 因为它有这个火 有后续的木雷 承载它 源源不断 烧到了山头 一把火 醒醒之后可以留言 然后接个儿起 这个假虚一害呢 因为火照天门 这是其他的类像 这个虚一害为牵挂之地 这个以后我们说到 这个蓝台庙选的呢 可能会再提 这个取向就很有意思 这一看就格局 如果都有这个 那我就有 然后但是这个脾气很大 这个不发自已 就是爆发型的 藏 人 人 灾人 这个人 这个人无可忍 不在沉默中爆发 就在灭亡那种 应该不是这个啊 就是说为什么 在满天大水像浇 那这个就熄火了 火山也就死火山了 那么还有其他的就是 假虚 你可以代表这个 上面是木 下面是一个土库 可以代表说熟 可以代表这个 学师学服务车 代表图书馆 等等 但是如果它俩相配的 它是图书馆 它就是输了 这个流动的 我们这个都是天上一堆电